妈祖慈悲大家好 欢迎大家进入妈祖网络大学堂 我们在分享拜妈祖圣道的一些常生跟知识 我们分享到婚领四海 天上圣母亲妈祖有婚领四海 所以我们的信徒当我们开始归三宝 妈祖的三宝活化身 到生路以后我们都会感恩妈祖 就想婚领一尊妈祖回到家里当我们的家神 所以今天固人想分享如何去婚领一尊妈祖到家神 固人所念知所知道的 以固人为例 固人是因为有某个通灵老师跟我讲 北港妈祖要到板桥花威 叫我回去请一尊妈祖 那这个妈祖实来是属于公的 并不是我私人要拜拜的 所以公庙所谓大家要一起拜的那个庙婚领 在上一几年我跟各位分享 那现在我要分享我们家里的把妈祖婚来做家神 那我很奇迹考上大学 应该是考不上的 因为我们学校的入企率是百分之十趴 那我们班上快要五十个人 那可能考上大学的大概只有五个 那顾问是每次模拟考的成绩都是倒数五名内 所以怎么也论不到我 可是很奇迹 妈祖说我一定会考得上 我真的考虑的时候 竟然是我们班祖入企三个 我竟然是第二高婚 就跌破所有的眼镜 当然我就非常地相信妈祖的一个神迹 也非常地感恩 就跟我妈祖很想婚离 一支妈祖回到家里来拜拜 我妈妈也非常感恩的一个妈祖 虽然我天天到妈祖庙拜拜 家住在妈祖庙附近 真的希望家里真的有妈祖来 又我一生 那当时要下这个谍定 老年家也跟我讲 恰行农云上行难 你要做一个决定 你要做一个决定 你请神过来 就要可能一代要喘一代了 这种决心要有 你才来请 所以姑娘那时候是非常地感恩 觉得拜妈祖非常幸运 所以我觉得我的子孙 应该会跟我一样 感受到妈祖的一个神恩浩誕 所以我们就决定要请一尊妈祖 那妈祖的婚礼大庙 有婚礼妈祖的大庙 大部分在庙里面 僧团里面就有科好的神尊 然后也请他们庙里面的僧 就是师父 长老 像我们北岗朝廷宫 他一定有我们住持的一个和尚 来开工 就换在庙里的某一个地方供奉者 然后有心来要婚礼的很简单 你只要去拌坡 美国庙也许有的规定 有的没有规定 那大部分像我们就很虔诚的 到草莲宫去 自己很虔诚的想感恩妈祖 要请马祖到我们家正宅 到我们家当家神 送我们家主主孙孙 一代一代来供奉 请马祖来保佑我们的家 所以你在那边保佩 马祖答应了 你就可以跟服务同僚去登记 跟登记 你记得依照那群团庙的規定 要缴加多少贿用 什么时候 他会帮你安排所有人的手续 什么时候来请马祖 那因为都开关好了 你只要經過他們安排的手續什麼時候 請 然後登記 你那一陣是幾號 是他們的婚禮 每一個廟都有它的規定方法 你就遵守工作同年 服務同年 給你的一個指導 你就遵守 照著請回去 準備 水果 信禮 拜拜 請 請回去 當然 回去安裝有關於洋宅洪水的問題 你可以請相關有經驗的專家的人來協助你 看看神明桌怎麼弄 座位怎麼弄 這是我協問的 當然你要請活計店的老闆 他們都有一條種的服務 幫你買神明桌 買一些契機要什麼 然後教你要怎麼樣的 拜拜公共通 他們都會跟你分享 然後這些人就是生團提供意見給你 只要你有心到服務台 工作同年問 他們就會幫你介紹 自然就幫你安裝 你說歸 歸就是聽這個聲的一個指導 那像顧問呢 指導完以後我還會去問火 就直接拔杯 歸於火 那歸於火 請一本經典來 有什麼方法 生團廟裡面有沒有一些文件 什麼供你參考的 不然就要請你相關統領的一個師傅先進 教你這歸於火法真歸於三法 你就自然就把它請回來 每個廟的規定方法會是有所不同 那現在呢 都很進步 服務也都非常的體貼 做到 所以大家主要有心去拔杯 說要婚禮 那幾乎那些大廟 有婚禮的神尊的大廟 都可以幫你處理好 它有刻好的神尊 開光好的神尊 當然也有不是直接個廟裡面請神尊 你個人有這種言婚 像師父老師都跟我講 就自己去找 你個人有這種言婚 一定有個因緣 所以我就到火雞店逛逛逛逛逛逛 找了很多 然後最後才找到感覺 跟他 看到他的時候好像看到自己一樣 很像 那種感覺說不出來 然後回檔想像 人家看到媽祖神教之外 他好像你喔 那種感覺 就很親切的感覺 他就跟你有言 所以有些人就自己去找 像顧問學士 幾些同修是很神奇 每次請他們去自己去找 顧問不幫他們找 你們自己去找 不要被我影響 找到回來了 他真的都很像他們 신� season 還要說一定的 他有些人 就是他 有些人 同修 那這個同修特別是臉上有一顆痣 那那個神像 那請北港朝廷宮的師父 來跟他開光 開光好以後 我們請回來 請回來 我們還請另外一個侯氣店 安排了一個先進幫我們安座 神是北港朝廷公司幫我們開光 路了是北港的媽祖的靈 昏了是祂的靈 上來安座的時候 很奇怪 突然間那個香也倒了 就燒到神尊的人 點了一個黑黑的 剛好這個主人家剛好住在那邊 真的很像是很神奇 所以你可以到廟裡面統一請一一尊神回來 你也可以自己找神尊 請師父到這個廟裡面幫你開光 你也可以自己買一個神尊到家裡來 請師父來這邊開光 可是裡面的香火你必須引進祖廟從那邊求來 當然要祖廟的神同意 活 化 神祂有祂的方法 你就問祂們的工作童年 方法 問神就是先進工作童年 師父 老師 你就可以開光了 所以開光的方式當然有幾種 顧問祂大概講的那種三種 大概就這樣子 那最重要的是火 化 神 因為你要分領 要怎麼樣供奉 有怎麼樣的禮事 大家都要去取教舒服 像我們分領北港曹天公 那老師就跟我們講 北港曹天公都有回良家的一種習慣 所以你第一人來坐滿一人 要坐滿一人才可以回良家 所以第一人來沒有坐滿一人 我們沒有回良家 然後坐滿一人以後 我們他安裝的時期 你要請示媽祖 你什麼時候要回良家 要回去世主 戒那個家族 掛那個家族 一定有他的一種習慣 方法規定法 所以我們一定要先修三歸一 你歸一這個神 就要依照神的主事 他的方法來供奉 來供法 你婚禮以後有什麼樣的規矩 有什麼樣的活動 固定的活動 什麼時候要拜 什麼節錄要拜 怎麼拜 你要去了解 那就要依徵 依照老師要有前輩來教你 來導引你 所以先修三歸一 歸一活化成一句 他們的教導 每個人的英聯不同 所歸一的三寶也不同 所以各個廟各個廟的規矩也不同 所以各個廟各個廟的規矩也不同 只要你歸一他們 歸一這個僧團 這個僧團一定會協助你 如何婚禮 一尊媽子回去到家裡當你的家神 那以上呢 所以顧問 我值得跟大家做分享 共產稿 感恩大家 謝謝大家 媽子慈悲 謝謝大家